來到100萬的問題 玉塞個花灑個歐爛了 那應該怎麼辦呢? A. 想Yahoo買回個 嘩 暴露年齡系列啊你80後嗎? 當然是B. 想淘寶圖 等貨來好蚊粉不如C. 那我要鋼倉龍五金舖買回個 還有D. 用3D打印機印回個 想看更多廣東話的IT片 過來Patreon支持一下 件事發生在IT9身上 最後答案當然是D. 用3D打印機印回個 要印一個替代品 最重要就是看原本的樣貌 拆下來度一度關鍵的尺寸 首先最重要的是兩個螺絲位之間的距離 因為牆上的孔是緊死不見的 我也免費轉過一個生的 另一個關鍵尺寸 就掛著花灑這個歐 待會太細拆不下 太大又歐不了 那就糟糕了 一邊當 趁還記得 就要一邊興起個草稿記下來 之後才再開個3D軟件去照樣畫一個 起草稿來說 其實小畫家都蠻好用啦 我們在實進制的地方 圖紙通常都是用MM來做距離單位 最重要的是正面和側面 不過我不是畫樣樣東西都要知道 例如底座多大的形狀是什麼 我就沒量到也沒記低 因為這些是有發揮的空間 不一定要跟回原本那個 Drop了Nox之後就要重建一個3D模型 我喜歡用的軟件是Solidworks 它只要兩個基本的操作概念 就可以把3D模型做好 第一就是選一個平面上面畫一個草圖Sketch 草圖上面每一條線的尺寸都定義好 就會變成黑色的實線 藍色的話呢 即是你的模型定義不夠嚴謹 你見到標了闊度之後 長方形上面條邊還是藍色 等我我看看tap看看高度是多少 剛才說完沒寫到 隨便入住一個數先啦 一會還可以改的 定義完這個就變成黑色 可以進行下一步 第二個概念是在草圖上面 選一個特徵feature 我現在要把長方形變成長方體 所以用擠出extrude 寫回厚度 長方體就出現啦 下一步就是掛花薩的位 因為它是中間對稱的 所以我們先定義一條中線 這個符號就是代表中間點的關係 即使之後再調教底座的大小 它都永遠在中間 關係定義就是Solidverse這類劇原件 和畫動畫的3D software最不同的地方 如果沒有關係定義的話呢 而只是靠畫 你條邊20mm畫一條線這樣啦 之後底座大小一改的話呢 這條中線就會歪了 不在正中間的啦 接下來就是快鏡不斷重複草圖和特徵 直到搞定整個模型為止 剛才畫了一個梯形的草圖 再左右擠出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掛花薩的位 最後在上下畫兩個洞 又是放它在中線上面 之後無論怎樣改呢 它都會在正中間的啦 這個位置很重要 所以010看清楚 看看合不合心髓先 OK的話就加一個放氧切角 Loft Cut 選擇兩個草圖拍一下 就會畫空了原本的梯形 掛花薩的位置 搞定 模型基本上就要完成啦 嗯… 看來插花薩這個位置有點問題 所以等我改改草圖上面的尺寸 立體模型就會跟著改 立刻生效 嗯 現在這樣看來就順眼一點啦 差點忘記了兩個螺絲洞 我只是知道兩個洞之間是55mm 但不知你條邊幾多喔 那用同樣的方法 先畫一條中線 再加一個鏡面對稱的關係 這樣就搞定了 這兩個洞就會永遠放正在正中間的位置 基本尺寸齊備之後 就可以加些花生東西了 例如圓角和圓邊 我又有少少擔心我承托力不夠 所以加上少少承托位 說增加多少才夠啊 不知道啊 隨量的 這些細A的東西 難道還要刷計數機嗎 而且我是IT9又怎會懂得計 我又怕我開口彈性不夠 所以切一個V型的坑試一下 反正還可以省些材料 好啦好啦 畫了那麼久 終於叫做畫完啦 最後把模型輸出成STL格式給下一個工序 STL是一個標準的3D模型文件格式 裡面定義著每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頂點 Vertex和發線Normal 它就好像PDF那樣 確保每個軟件開出來都不會就樣 但STL只是形容件事的立體形狀 並不會描述打印機硬件要怎樣弄它出來 打印頭要怎樣走膠要怎樣折 溫度要保持多高之類的硬件指令 這些都不會在STL裡面出現 而我待會用的就是這部風車旋轉型 不是是融融沉積成型FDM3D打印機 是會一層一層的把東西印出來 那每一層要怎樣印呢 螢幕現在看到的就是在做切片 Slicing這道工序 灰色底就是代表我的打印平台 畫面這個Slicer不懂讀程式 就會把STL轉換成針對我打印機才用得到的G code 現在就可以先preview一下切片結果 待會那部打印機就會跟著這條線 由下至上又左至右地逐層印出來 最後把它save做G code文件 就可以交給那部打印機啦 燈燈燈燈燈 眼前這一部就是今天的主角 H-Washjack 這部機是我一手一腳砌的 而Washjack這個名字 其實跟Washjack這個3D打印機的開源項目很有關係 Washjack是什麼 開完3D打印機的歷史 我留在延伸閱讀裡面寫啦 整幾個月沒印過東西 沒個箱封住的話一定鋪塵 等我撻著它先 我最喜歡這些大大個的緊急按鈕 小時候搭地鐵呢 見到月頭的緊急按鈕 真的很想按下去 現在自己做了一個可以按飽去 啪啪聲很好聽 要控制部機 還要這個Machine Kit的控制軟件 而開機第一件事是要做Homing 因為這部機是不會記得停在那邊 所以要先把它歸零重置 嘩嘩嘩你 一聽到聲音就知道不是好對路 發神經驗它 快點按停部機先 唉 估計是一隻馬達的電線接觸不良 所以這樣 這一隻步進馬達是兩上四條電線 如果有其中一條接觸得不好的話 就會好像剛才這樣前前後後發瘋了 要我動它 重新插一下電線試一下 再試一次Homing 嗯 這次就好順利回到原點的位置 下一步呢 我們就upload G-code下去 再開始執行 不過它還未會印住 因為3D printer的原材料是一群一群的膠條 要融掉它打印頭是要加熱到210度 我用的原材料通常都是ABS膠 是兩種家用機常用材料之中其中一種 例如LEGO 遙控制都是用這隻塑膠去做 但加熱要等最久的呢 其實是一塊打印平台 為了要令印出來的東西黏在上面不會動 那部機大概要10分8分鐘左右 去將它加熱到80度 那當然啦 其實可以先著定它 之後才做切片的工作 那這樣就會節省點時間 但是在拍片 所以按回正常的順序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等它消紅一隻鑊 方太教了 看油夠熱沒有呢 就插一隻筷子內太有沒有起泡 3D printer夠不夠熱呢 除了看screen之外 它還會流鼻梯啊 就是一些熱溶了的膠在打印頭流出來 所以我在G-Code裡面設定它放在角落頭 讓它流都不要流到中間的打印區域裡面 當平台加熱到指定溫度就會開始打印 打印頭縮回那陣線呢 就會弄斷條C了 首先它會繞兩個圈 目的是確保條C出得順 之後就跟Slicer看到的路徑一樣 一層一層這樣印上去踏上去 然後如無意外的話 一個小時左右就會很神奇地印好 現在就是在印第一層的情況 接著就調快一點點的鏡頭 免得看著它很悶啊 但是為什麼快鏡了這麼久 都只是薄薄的一層呢 喂喂 搞什麼啊 唉 原材料因為不知名的原因失實了 我unload了它現在重新load過的料 原因有幾個的 例如推進的齒輪 因為滑了按摩刷力不夠 打印速度過快 或者真的塞了雜物進去吧 剛才我拔了它出來 再清理一下推進齒輪 G code改過一下較慢了一點點 始終幾個月沒用過是這樣的了 Inject不用一陣子都要清洗一下密頭 現在手動控制在空中之下看看順不順 中間這個加熱塊是216度的 千萬不用碰 不小心拔到就會起碎撲了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中過伏了 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就重新開始來過了 因為平台高度未必搞得很準 所以第一層打印特別容易出問題 過了頭一兩層的話 基本上有小問題都可以捱得到過去 其實那時候看起來都知道炒炒地了 但我都想印一次看一下樣子先 反正Design都可能要再倒閉 見到它有少少塞 就用隻手來捅它下去 再keep住feel一下送料的速度 希望可以最少捱得過頭兩層先啦 過了危險期之後 我就由它慢慢印 整個過程大概用了50分鐘左右 你見我為什麼用的啞膠商封住它呢 原因是有幾個的 噪音是其中之一 前排換了新款的Step pad driver 才沒那麼吵 因為冬天周圍和平台溫差大 東西就會拱起脫開 這樣就會抄分啦 第三也其實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ABS陣膠味 和原浮粒子真的很難頂 你見右邊都弄了一個浴室抽氣扇仔 放了一塊So-called HIPAA filter 整塊filter就真的變色了 但到底是我房間的空氣本身就不好啊 嗯…沒有做過control experiment就不知道了 但至少聞到震味真的小很多 快鏡到尾聲就快印完了 嘩…但是… 見到東西好像千層蛋糕那樣 就知道印得不好啦 但起碼有一個人先啦 都可以勉強試一下尺寸剛剛先的 正如剛才所說 設計都要再撿過了 啊… 那個平台還是很熱黏住了這件東西 用力拔已經嘴嘴聲超怕弄斷它 都是用鐵監測去叫 安全點 事實證明一手拿機一手叫 真是吃不到你 拿出來和原件比較一下 樣子都差不多啦 之後我拿去浴室去試 一啪那個花絲下去就啪斷了一隻翅 唉…想不認過都不行啊… 印之前改一下圖吸收了剛才的經驗 針對脆弱的地方加厚一點 然後底座可以再整薄一點 按厚都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那個V字省再滑深一點 省點料不用印那麼久嘛 重新輸出STL 在Slicer Reload一次 剛才的東西雖然擠得不順 所以今次將每層高度由0.25mm 改成0.4mm 為什麼? 我留意到那個打人平台 真的有點不平就的位 但要搞它更煩過拿車去度尺 每一層厚一點 用錯空間都會大一點 第二是需要的層數會少些 可以印快些 而犧牲的是精度和平滑度 但是今次不需要漂亮啦 用得到就可以啦 循例預覽一下 看看路徑有沒有筆先 如果不是印了幾十分鐘 才發現切片出錯就很浪費 好 再次啟動 趁這個時候 介紹一下我的H-Web Strap 掛在這裡這一圈 就是直徑1.75mm的打人員材料 這裡一圈 是1公斤的ABS索膠 淘寶價大概60元左右 然後看看那部擠出機 Extruder 即是一個打人頭 上半部是叫Code N 負責夾這條膠條 下去下面的Hot N 這條膠就是在這個銀色的滑輪 和後面銅色的齒輪之間被夾下去 下面Hot N最底塊長分型鋁塊 會加熱到210度 這條ABS膠會在這個區域溶化 再經下面0.4mm的黃銅頭劑出來 上面有奇的地方就是散熱器 目的是要令這條膠保持在固體的狀態 如果太熱熔熔底的膠就會絕著導管的內壁 即使導管是用鐵佛龍做的 但都會絕實而推不動 這個是移動Y軸的馬達 這部H-wrap strap 是以常見的XYZ-Dekai座標系統去運動 有得這個Y軸馬達 就更是還有控制高度的Z軸馬達 和打橫的X軸馬達 XY軸是用正式皮帶Toming Belt去傳動 而Z軸就是用滾珠絲缸Force Groves去做的 這樣水平移動的速度會快些些 而Z每一層呢因為先動得過些 所以選了一些齒輪比比較高的傳動方式去做 這東西就是打硬機的電腦 右面頂那塊是Wadbit Cap 負責推摩打、加熱裝置和其他感應器的連接 而它是插在這一塊行Linux的BeagleBone Black上面 快板粒CPU內置Virtime Component 所以不用其他Microcontroller了 後面這一個是12幅的火牛 整部機的電源供應 因為快加熱平台都幾食電下的 所以這隻火牛都要成300火 叮叮叮 時間關係單眼又到了尾聲了 最後那幾層很緊張很緊張呀 雖然每層都很明顯看到有些橫紋 不是說很漂亮 但這次看起來都很實正 應該都夠用呀 摩打仍是通筋電所以拉不動 最快的解決方法醒來一招 就是按一下個限位開關 靜光 這樣的Software就會以為 那部機撞了車 所以停了摩打和加熱 拉出一點點 如果不是隻手撞到的加熱頭 又起碎撲 這樣也是拔不到了 找間赤靶吧 看上去都幾好呀 拿上桌比較看清楚些 後面裂開了那個就是第一次印 弄壞了那個 放顆螺絲看看要不要再轉大個洞 看來都剛剛好不用再搞 表面有少少毛粒呢 不要緊的 轉頭錯兩下就可以了 好 最重要都是實地測試一下 扭回上牆 拆個花灑看看先 fit到漏油啦 省了不用買呀 剛才字幕打了升的位置 是有延伸閱讀的 Medium條link放在下面 有什麼想問和討論的 可以過來Reddit看看 旅遊保險上網買 我想大家都試過啦 連Clan保險都可以安助 家中網上搞定 有沒有想過呢 經過下面的link 登記買VSurance 旅遊保險 有優惠 多謝VSurance 支持我這條頻道呀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出去呀